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崇拔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是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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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崇拔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相信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崇拔 有想法 有想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o.1 强大的企业家 超越表现的力量 123 好的 为什么刚才迅讲的是123 因为今天我们的topic 是回望123年 123年 可能迅 为什么我们要讲123年 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嘉宾 他的公司是TBM 他们的公司有多少年历史 76年 TBM 76年 你是跟我们YYC 47年 所以加起来是 刚刚好123年 所以我们的topic 是叫做回望123年 也可以叫做 辉煌123年 我的想法 今天的topic 我看 我们也是malaysian 然后有一个 二代三代的企业 我觉得都是非常难得 所以在这边我们呼吁各位在线的这个朋友 如果你是想要把生意传成二代三代 或者是你现在刚刚想要把生意传成给二代三代的 可以like and share tag三个朋友 让更多人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 这个肯定是 如果我们能够把生意做到二代三代 肯定是可以把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搞得更好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多好的企业 而且很多是在二代三代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请到来一个三代的企业 三代听清楚大家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荣幸 能够请到TPM的这个 wide gate 来跟我们讲一讲话 请你介绍你的公司 and say hi to everyone 大家好 我是伟杰 那我是从TPM这边来 我们TPM是一个 刚才有介绍了大概76年的公司 在1945年世界大战 第二大战过后成立 那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家在旧巴山路 路边的一家卖脚车店 那经过那70多年 我们慢慢也变 从卖脚车 维修脚车 到卖驾驶 真车 到最后卖一些黑白电视 然后到现在卖一个很foolish的电器店 哦 哦 脚车店啊 这样应该 你应该 樱花人之类的是吧 对不对 哦 你又猜到哦 是哦 我们是 我爷爷是来自中国普田 的那个 对对对 我本身也是樱花人 很高兴我们 樱花人 比较少见到樱花人 这样好 before我们再 继续再问 WayGate和我们分享 我们WayWayC的一些故事 希望大家 今天如果是大家想要 拿到一些 后康的东西 你们写i1TBM OK 那我们就会送一个 TBM的voucher给大家 这样可能WayGate 你大概会送什么 voucher给大家吗 哦 我们今天这个 i1TBM的voucher code 只要你在我们的 网页里面 checkout的时候 把它打下去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 5%的discount哦 买任何的产品 有一个5%的discount OK OK 大家肯定就要拿了这个voucher 买贵一点的东西 因为 千万不要错过 2,000块是差很远的 是 还有不要忘记 要check 三个朋友 因为check三个朋友 我们会送这个 know yourself better的工具 嗯 所以WayGate 你在公司多少年了 我啊 我记得我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加入 那差不多有八年了 八年了 OK OK 我technically来讲的话呢 我是从小都有参与公司的一些 一些活动 赛过就走的啦 是咯是咯 born into the family born into the business 等下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你会回来公司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呃 其实其实讲讲起来很长的故事啦 我其实小的时候也不是很想做生意 呃 上后我有一个这样子的mentality 就是说 呃 做生意不好 尖商啦 这样子的一种mentality 然后 到我呃 读书的时候 我就 其实很感谢我家人 他们愿意让我去读 engineering 呃 可是 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就come back closer to reality 就觉得呃 其实 这个家族生意 迟早要有人去 去负责咯 那我就 开始去报读一些 关于business的东西 然后慢慢发现到 欸其实business 不只是sales的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 来marketing啦 operations啦 logistic等等东西 那 我就开始才是有兴趣 直到我读完了我的MBA 我就在2012年尾 回来 啊 就是这样子开始 真正踏入这个公司里面的工作 我相信在Facebook的朋友 都有看过TVM的总行 他们的总行是在Oakland Road的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 是有在你那边买过东西的 所以有在TVM买过东西的朋友 也是可以在Chatbox里面讲 我也有啊 我也有买过 对 在Chatbox里面 谢谢你们的support 就是 然后今天特别咯 今天有什么特别就是 今天如果在Chatbox里面讲 i wantTVM 而已 YCAT已经arrange了一个special的voucher给大家 对 可以让大家在online有一些特别的游会啊 对 是的 是的 不要错过哦 是 是 所以 你是从小时就在公司里面的 嗯 是的 是的 你做什么的? 很多 我从以前拍单到招货 其实我家以前就好像一个残酷 这样子的 我们玩 high and sick 是绕着那个电视机 那时候我们还很小 绕着那个电视机 这样子 跑来跑去了 好像很好玩 哦 哦 我们的童年就是这样子度过了 然后 然后 Buget Gym了 我们就是搬电视机啊 搬一些席机啊 是不是 是 是 哦 我也是二代哦 I get 所以那是我的 没有这样好玩的 我 记得 在这个任期呢 来office是看到很多计算机 哈哈 OK 那你是 你是做计算机最快的那个是吗 对 对 所以就是来office去导弹 就是玩电话 做计算机 这样子 这样 想问一下你哦 这样 你是怎样找到你的 purpose的 因为 二代传承 三代传承 其实不容易一件事情哦 你怎样 如果我 我发现很多企业就是 二代传承还是三代传承 是 最大的问题是 传的不好 怎么讲传的不好 就是很多 第二代第三代 找不到那个purpose 这样 你呢 你呢 你觉得是 你有找到你的 purpose啊 我非常同意你讲的东西啊 其实 我也是有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 家人都是在做 经营家族生意哦 那 那 对于我来讲呢 我的purpose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蛮简单的 我为什么我 会回来这边 是因为我觉得 在这里 虽然我也是有在外面打过工 然后我觉得在我回来家里这边有很多 可以讲是一个靠山 一个很大的foundation 然后 再加上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让我可以尝试很多 不一样的 business models 所以我们就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回来这边 try 这样我的purpose 那时候很简单 就是more about learning more about trying out new things 然后 as time goes啊 我就 当然学习东西也是 比较多 那 我的purpose 也开始慢慢的 我现在的purpose 我学习的东西 现在 coverage 是比较大 就involved到我们公司里面的stakeholder 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partner stakeholder 这些咯 还有就是整个community 那 我可以讲说 现在我的purpose 都是为了整个 围绕着整个公司 不只是我本身的purpose 而是为了整个 surrounding 我们的这个社区 来做这个生意 这个是大格局 对 就是你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是为了你的家族 你也是为了你的团队 你也是为了你的人 是吗 是 是 我觉得大家都 可能大家都是会经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我觉得 我是很幸运 我这几年来看到的东西很多 学习的东西很多 也有机会在YIC这边学习很多东西 那也让我增加我的那个视野 我看到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也可以让我把我的purpose OK 我这边我觉得你所讲的是 所谓我们时常都听过一句话 责任越大 你的 你的 怎么讲 你要承受的这个东西更大 Spider-Man 呀 Spider-Man 对 也是Spider-Man Fancy 就是 那一句话 真的对我很深刻一下 对 我也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YIC的 就是 不断的学习 因为一个企业家 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天花板 才可以带领公司去到Next Level 嗯 因为 我们在 我们在YIC这边 我们是47年的Accounting 所以 我们也时常看到很多企业家 他们做企业的时候 做得很努力 做了20年 30年 就是在创业的时候 所谓 红红火火 干净十足 但是在传承交棒的时候 反而是匆匆忙忙 草草了事 没有真正的去规划好来 所以变成 这个 这个是one of the reason 马来西亚为什么我们讲 97%是中小型企业 但是只贡献GDP 37%的一个组合员民 所以如果这个传承 我们是很正式的去看中这个传承的这个课题的话 然后只要传承做得好 我们可能我们SME贡献的GDP就 就增加那个几个percent 其实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 这个我们时常有听到一句话 包括李嘉诚也讲过这句话就是 如果我们传承做不好 就好像是丢了西瓜 然后 剪了一个芝麻 就是 你本来你的生意都做到西瓜这样大力 但是你结果到最后你只是 剪回一粒芝麻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不换无穷的东西 所以 传承这块东西 我觉得就是大家 可能是 我们这边我们非常注重 就是如果可以把生意传承下去 我们很希望大家都 不管你是一代 还是你准备要把生意传给二代 或者是你是二代 你要不要借那个生意 都可以可能是从 WYC和TPM这边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这边 能够听到一些你们想要听的一个message 这样讲到传承这个课题 可能我们要先把问题我们抛给WYC这边 你觉得传承是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这短短几年的一些experience 我觉得其实很多family business 里面 generation和generation之间有一个disconnect 很多创业家或是我们叫做predecessor 要传承的那一个generation 他们可能对公司或是对生意 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direction 或者是他们imagine到 他们有一个很伟大的dream 要把这个公司带到一个整个地方 可是是否他的successor 就是要接班的人 跟他share的dream是一模一样 或是at least that's the same frequency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没有达到这一点 可能 那个successor should be part of is supposed to be part of the plan 可是到最后 他是不是in the plan in the actual plan 又或者是说 is there a problem with implementing the plan 嗯 所以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 我觉得很多企业家很多时候 就是忽略了这个 他们会assume说 我的孩子会传承这个生意 可是 其实他孩子根本 从小有没有关系 这种概念 他对于做生意 有没有这样子的勇气 有没有这样子的knowledge跟exposure 很多时候 我觉得是缺少了这一块 ok ok 谢谢Waykin 这样 明明我把这个问题也丢给薰一下 薰你觉得传承这个课题 因为你也是传承你爸爸的这个这个生意 像我们也是有一些课程有讲传承 像你有什么想法 是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传承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简单 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只是叫我进来 看他做 and that's it 然后我就 我发现我看他做的时候 跟他出去的时候 我就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包括我看到他怎么样去 advice顾客 他是很 怎么讲 他很帮顾客在 最重要的 他是 他从那时候就在做成功企业家的左右手 只是他没有把他就是 就是 讲出来 他的心都是在客户那边 所以他的客户都是 我们的客户 老客户都是跟了我们很多年 二代三代 就 也是像TBM这样子 所以 我就发现 我要做的是要把我父亲 这个初心 要协助老板们把它发扬光大 这样要发扬光大 就要make sure 我们有一套系统 因为要传承其实不容易的 就including myself and I'm sure YK也是一样的experience 就是 很多时候 第一代很多东西没有讲 第二代又不敢去问 你觉得好像 如果我问地 好像我某局会生嘎 那样的 有没有 所以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我们的经历 还有我们协助很多很多 学家也是面临传承的问题 我们把他们解决 我们把他们document出来成为一套系统 然后 其实传承有得学习的 对 要在哪里学习呢 就是 大家一定要book book时间 9月的17-18日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生意要做大 股权要规划 因为股权也是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其实很多人有误解觉得 哇 股权 只是讲股权吗 actually 股权 不是只是讲股权的科学 我们也是有讲传承 我们也是有讲股权的艺术 所以呢 有很多企业家 他们是第一代跟第二代一起来听 嗯 这个 对 这个要建议 就是如果大家是有感兴趣 或者是对传承这个课题 想要去探讨的话 一代跟二代一起来 像刚才达定讯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我们股权不是只是讲数学上的问题 因为如果只是数学上的问题 传承不是数学这么简单 传承要讲的是 刚才达定讯有讲到初心 然后有讲到 你公司的这个方向在哪里 就方向跟初心如果不强的话 他你这个做股权的这个基础不稳 像你怎么去做到 我们讲的百年传承的一个生意 或者是像今天我们的课题 你要做到123年的这个生意 真的是只是讲 我股权 我就pass给你 那个数字这样的pass给你 就解决了吗 不是这样简单的 所以你可能会想 要怎么样帮名参加这个课程 就记得 在我们可以点下去 我们的checkbox里面 你可以点下去register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special offer 是吗 如果大家是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写i1yyc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 同时我们也是有一个payment link 你们可以点进去 那今天这个课程呢 我们是卖438有送一个 一个月的这个成功企业家度数 会88块的 88块的一个一个课程 然后原价我们这整个原本是888块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对这个股权的这个 医术科学或者是这个传承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边去了解 那 maybe Shin 你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在Facebook live 有很多很多sharing 所以不要忘记text三个朋友 我们就会送给大家一个self discovery know yourself的一个工具 不要忘记讲i1TBM 这样TBM那边 谢谢YGAT 就是他会送给大家一个很special的 voucher 这样刚才讲到就是初心 这样YGAT想问一下你 你还记得你的grandfather 他的初心是什么 为什么他start这间公司 其实都好多年前 我爷爷那时候从中国飘洋过海 来到马来西亚这边 来try something new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初心 那时候就是说他要有一个sustainable business 来take care of our family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他选择的生意 他就是要服务我们社会 我们社会那时候 因为脚车就是最主要的transportation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 其实很照顾他身边的那些人 其实他做的是维修脚车都过他卖脚车 那所以还要make sure that大家可以有一个good quality of life using bicycle as a main transport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就慢慢演变到今天 我们一直都是以service来服务我们的社会 wow from bicycle to to 现在electricals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dedicated service center 就是帮他帮我们顾客 做一些warranty的东西 even over warranty 我们也帮他接过来 买speak part等等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一直来都是很focus on service这一块 所以记得要买电器一定要跟TVM买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从TVM的案例 看到从脚车就是转变去electrical 所以做企业是边跑 然后是边找方向 还是边跑边找新的生意模式 就如果我们TVM那时候就是 只是只是坐bicycle sorry 他就没有有这个shift 就变成你的空间是very very limited 所以我想就问一下Wiket 在你的现在的带领之下 你想带你有什么一些新的ideas 还是新的一些东西你想推 就是introduce 出来的吗 是的 是的 我们的mission跟vision是蛮简单 mission就是我们要power quality lifestyle not only for我们的customer but also for我们的staff 那我们近期来就是开始会推出一个新的solution 就是smart home solution 我们觉得这一系列的产品可以增加我们customer的quality of life 在家里面有四大块的key areas 是可以improve customer quality of life 第一就是accessibility 你可以很easily control你家里的东西 convenience 第二个就是security 当你不在家里面也好 或者是说你remotely有gas 你都可以用smart solutions 来确保你家里的security是安全的 the third one 是information 你可以看到你家里用电量是多少 这个东西是开了还是关了 有没有set那种usage的pattern等等 四是sustainability 它可以帮忙你省电 ok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绝对能够帮助我们顾客去提升他们的audio 这个很好 我很喜欢 就是在office就可以用电话来去control家里的 是啊 是啊 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出门忘记关aircon 那他可以很easily在家里 在他电话里面turn on or turn off 他可以program一些preset 比方说他回到家他很累他要看一套戏 那他就跟他的那个smart speaker讲一声说 hey turn on movie mode 他整个家的那个灯就会变暗 然后turn on tv等等这样子的东西 是 我们不会set up哦 TVM怎样可以帮忙吗 是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有去了解 现在market很多人都是只是在买products 那你要自己DIY去做configuration pairing 那很多人其实有这样遇到这样的困难 在马来西亚我们很有趣的就是有些人去买中国的一些产品 可是他们不会读中国字 不会读华字 有一些人就是去买Western的 可是他们有些terminology可能太深了 我觉得不适合他们 他们不是很理解 那我们这个solution呢 不只是在卖产品 我们会跟你sit down based on你家里的plan 我们觉得你是适合拿什么配套 你是适合拿什么products 比方说有些人的家有两个门 有些人的家有三个门 那我们都会customize based on你的家 然后我们还会帮你做installation 还有pairing的东西 有一些产品你家里是有了 好像你的电视机可能是smart的 你有电话肯定是smart的咯现在 那我们都会帮你做一些pairing 做一些configuration 让你一开始就很容易用了 这样子 那home consultation 我很喜欢这个idea 是 你要私下吗 要要要 这个跟你 当初你公公是讲坐脚车 那个初心 就是服务大众 服务社会 到你们这一边 你们也 你们不只是在卖产品 你们还包括 帮人家有安装DIY 这样子的这个东西 有做installation 所以这个都跟你们原本这个初心 就是 啊 会服务大众这个东西 改善人类的这个生活 都是息息相关的 so yeah ok 那这样 Wakid你是 可能我们要回顾一下 你是怎么样开始 认识我们玩玩戏 或者是上过我们什么课程吗 我没记错就是 那时候有上一个 Winning CEO的course 那时候真的是受益不前 ok 然后after that也是有 好像有上过我们的股权课程 是吗 股权课程也有上过 这个 strategy planning mastery 我也是有上过 嗯 然后 啊 啊 都还有还有用很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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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直要update的 我们的country的law 那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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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司公司很成功的时候 啊 到时候你要去算就不太容易了 啊 所以那边我就觉得说有些东西啊 啊 就是要以终为时了 就要去啊 很早就要开始去去去去想那样子去规划 来 哎是 对 Mr. Kong 你开心啦 YCAT可以 ok啊 ok啊 我有进课的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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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股权的五大义术 当然我没有是讲股权的一些 啊 啊 科学 啊 帮助你做生意这方面你没有什么想法 啊 啊 所以我们相信生意背后是有都科学的部分 啊 可能以前我们做生意喔 啊 很简单 того 就 我 凭 我觉得 或者是我的经验告诉我 我们就做很多抉择 可是近时近日 可能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的方式去做一些 一些生意上的抉择 可能真的是会很costly 当有错误的时候 可能会耗费很多钱 然后现在时间也是 不允许我们这样子来浪费 我觉得就好像驾车一样 有些人可能以为你驾车只是打油 然后踩accelerator 你就可以从pointA到pointB 可是如果你可以开那个hood来看 其实你去了解里面那个engine cooler fank oil engine oil等等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得到更多value 不只是让你从pointA到pointB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比方说怎么去省油 可以让你的system maintenance更好 等等的这种好处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科学 很多时候很多人忽略了 而且你刚才讲的时候 真的很像engineer 对对对 他还忽略了 我一样感觉 看来什么东西 对啊 好 engineer now electrical的expert 所以我也是想跟大家呼吁一下 因为我相信很多老板做生意 现在是很迷茫 没有方向 对 还是有些老板就觉得 哎呀可以开了了 会很忙的去开店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因为迷茫 还是另外一个extreme是很忙 忘记了学习啊 因为我相信老板你 大家都是要level10的success 是不是 如果你要level10的success 你要level10的学习 对 所以不要忘记在september的17 18号参加我们的生意要做大股权 要规划 下面有link哦 大家可以马上报名参加 因为呢 要在那边静下来 找到你的答案 是生意开了 是边跑边找答案 好不好 对 嗯 这样 我也要问一下你哦 就是 你有 你进来公司的时候 我相信是你的父亲先教你的吗 是不是 这样你跟他学了什么东西啊 其实 我的父亲他 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开始一直教导 让我expose 这个business 不管是带我去公司那边 去开一看 扎卧也好 扎蛋也好 其实他就 一直让我去expose 其实我很感谢我父亲 even after我长大过后 我进入这个职场过后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 他其实没有告诉我 我要做什么 他就是让我去try based on我上课 学了什么东西 你去try 他大多数都是在聆听 我在讲说 其实我反应过来不是他在跟我讲要做什么 而是我跟他讲我想要做什么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我其实有很多 freedom 让我去尝试新的东西 让我去学习新的东西 让我去把这个公司带去下一个点 这样YCAT你的mother也是在你的business里面的 是啊是啊 他是做account 他是没有没有 他做sales的是吗 对对的 他是sales marketing director 好厉害哦 两夫妻都在公司 没有 全家人都在公司里面 这样今天有什么想跟你的父母讲的吗 其实我是非常感谢他们这么多年培养 培养我然后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去学习 然后一直都在我的身后支持我 其实他们 他们就是让我让我自由的去尝试 然后到我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我旁边 有什么我需要我只打个电话 他们就就会在那边 support我 所以我是非常感谢 他们让我有 从一开始就为我铺了这条路 让我很顺利的踏上这条路 为公司 骁劳也好 也是为社会服务也好 都是他们让我 给我铺了这条路 非常感谢 哇 Mr Tan Mr Tan听到吗 你讲到我都想哭 是 这个我觉得你父母亲也很有艺术 很有艺术 刚才从你刚才你说 讲的他们是听你讲比较多 而让你去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有领导人的这种艺术 所以大家要在这里的 第一代第二代来听 因为传承要像 I get the parents 虽然不是 不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 但我 就是让我觉得 要记得感恩我们的父母 你讲到我很想回去看他们了 对对对 因为Covid我又不疼 但就很 真的很感恩 我又很被他们了 是又担心 对 好 这样我们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 刚才 我会给你讲到传承这一块 像我们的股权课 我们的传承大概会是讲怎么样的一些课题 没必我们也是跟在场的这个企业家们讲一讲 让他们会对这个股权课可能要了解一点东西 是 其实传承是有方法的 就是包括 就是带三年 帮三年 还有看三年 我们发现太多的 就是第一代传给第二代的时候 没有够出这个procent either就是 expect 他的下一代来公司的时候 就什么都会了 像他这样子 因为很多一些第一代老板觉得 你一定是有我的DNA的吗 我不用教你什么东西 你看这就是了 还是有也是有一些老板是 就是不愿意放手啊 所以我看到很多二代是很辛苦的 就是老板口是讲 我放手了放手了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好像 所以那个二代哦 他又不懂 什么决定是他可以做 做错了又中猫 然后 然后因为做生意一定是有 有mistake的嘛 不是你的东西是work的嘛 这样如果做错 妈多过后 很多时候二代是没有心情啦 I get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 还是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我是很幸运的 我觉得我没有需要经历到 这样的东西 是其实我很agree 刚才他们说 第一代跟第二代要一起来上课 其实因为 很多时候 那个第一代跟第二代 可能他们的理解 对股权的理解不一样 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一起上课的话 那最起码你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当你们讨论到这个的时候 不会说一个人不懂怎样表达 然后另外一个人听到又很尴尬这样子的场面 如果你们可以两个一起听 然后讨论的时候 其实整个过程会蛮顺利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有我可以讲 所以其实跟家人做生意 也是股权的艺术 是不是Mr. Kong 对 我们这边可能就 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股权的五大艺术 就是第一点 我们讲的是大方向 就是做一个生意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尤其是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迷惘的这个时刻 很多人可能他们对 公司接下来要做的step by step 是怎么样他们也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我们需要重新再启动 我们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们是一定要有 首先有一个方向 有方向 这样我们才能够plan 我们的这个路线图 step by step 接下来应该是怎么样子 绿跑 然后第二个艺术 我们讲的是大格局 就是做一个生意 就像刚才 我一个人也有学 他们的想法就是 一直要帮助community 让他们提升他们自己的生活 带来一些便利 so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所谓一个 只是谋生的一个年代 我们要创业 要创业 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格局 只是只是普普通通的做 可能已经是不够人家竞争 ok 所以在接下来就是 新人有没有去 鼓动跟鼓动之间 或者是父亲跟孩子之间的 那个新人有没有去 有没有达到一个点 有达到一个点的话就 变成孩子可以去冲生意啊 在后面父母还可以在后面back up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人有没有去的 一个重要性 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前面去打仗 后面还没有人在看 so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 你要打仗 你都打到担心 所以 对 然后 所以要学习 就是 我们做生意要 又边跑 边学 边找答案 Mr Kong 我常常有听你说的 就是华文有一句 那个成语 有没有讲 就是 学而不习则亡 ok 或者是 事而不学则呆 这样子 就是说 来来来 来训你讲 是 虽然我华语不是很好 但是我很喜欢这一个 就是成语 是叫成语吗 你懂 对 对 这是一个 诗词成语 这样子 是哦 因为 我常常发现 就是 我们要有答案的时候 我们要有学习 我们才可以找到答案 不过我们只是靠空的去想 一定是找不到答案的 所以我们要有学习 不断的学习 才有找到答案 and at the same time 我也看到太多人 就是只是学 但是没有去用 所以来我们的股权课程 我们不是只是教你们 我们也是有送工具的 我们工具是会寄给大家 因为要make sure 大家是可以用你学的东西 马上学 马上用 是 所以变成 来学习的话 大家会make sure 自己的step by step 不会走错 尤其是现在 你任何一个step走错 你可能你都会浪费一些时间 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讲的很多人 都是在 你的competitor 在网上是不是 已经是做心意做得很强 像如果你自己 那个step by step 也不清楚的话 那会浪费时间 那现在是 你在一个时间点 是你不 你不进步 就是你对手在进步 那你就是在原地踏步都好 都是在退步了 所以 学习完整个东西 我觉得会 会更好 就make sure 你自己的工具都骑 打仗的话 我们的身上的 这些工具要骑 OK 这样 讯这边 我们还有什么 课程上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吗 就是我们课程 有八大课题 就是包括 是我们有 我们的成功企业的路线图 ultimately你要去到哪里 你的公司的valuation 怎么样做 还有你的公司的 那个group structure 是你的赢家证 要怎么样摆 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 单单是股权的 一个课程 它是 all encompassing 因为其实 这些都是一个 公司的foundation 公司foundation很重要 OK 这样 maybe我也想问一下 韦杰 就是 你的father有给你 什么的advice 还是要你 就是 首页 还是要 就是 再把公司 带到去 next level 其实我父亲 他没有直接跟我讲 这样的answer 他就是要我 自己去try 他也没有跟我说 OK 现在是 online做到很大的时候 你要做到 他就是让我 自己去 去摸索 你要去try online 这边一点点 offline也要去try 我可能这一阵 B2B2C dropshipping 各种的模式 OK 从此你try 你觉得哪一个东西 是最适合我们公司的 那你就去 去把它 做到它 这样子 所以我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就是在try 新的 business model 这样子 所以蛮有趣的 对我来讲 是整个旅程 是蛮有趣的 所以你就是在做这边跑 边找答案 边就是try pivot 你的business 可以这样讲吗 是啊是啊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 interesting times 很多时候 以前我们就讲 美国的方式 是这样子一套系统 今天你看到中国 又来一套这样的系统 而且一直在变 每几个月 他们就变一个模式 每几个月变一个模式 那我们只是光超 都超不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interesting的 一段时间 然后又有这种 internet boom 我们又讲5G 又讲什么AI 等等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 很多地方 我们都可以去 去尝试 去做的 去研究的一些 一些部分 那我觉得 why not 就看你要把你的 resources invest在哪里 去那个部分 去发展 是 其实做生意 是要又 experiment 然后又要 就是不断的 去创新 所以I really love what you just shared with us 我想问一下 在Facebook 有多少位的 是二代 像我跟YK 这样吗 还是有多少位 在Facebook的朋友 是一代 像Mr.Kong 这样子的吗 在chatbox里面 让我们知道 然后不要忘记 我们还 it's not too late to tag and share 3 friends 有什么东西 Mr.Kong 如果我share with 3 friends 对 我们会送给大家 一个怎么去了解你 更多了解 你自己的一个工具 然后如果大家 想要能够 take 3 friends 也能够 或者是打 I1 TBM的话 我们也能够 有今天拿得到 TBM的一个 online vouchers OK 当然 要尽量地 去share 给更多人 让他们 有机会 能够学习到 更多的 完整的资料 OK 然后如果要 报名参加 我们的生意 要做到股权规划 Can click on the payment link Or这些 I1 YYC 就可以了 因为今天 我们一个special 平时我们的 两天的ticket 是888块 Budget for today 是438块 还有免费 读书会 一个月 所以不要错过 OK好 这样 YK 我也想问一下你 Can you see yourself 就是 work together and lead the family business 我是觉得说 我们是一个 family business 它其实就是一个 family married to 一个business 所以它其实是 一个蛮 complicated 的一个process 但如果你没有 好好去 manage 这个关系的话 它 它 能够很浪费 其实从历史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 有一些business 其实很unfortunate 就是这样子 collapse 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 一个generation的时候 它就是 可能又不下去 或者是它已经 太多family members 在里面 它之前也没有 打好一个基础 或者是一个 大家有一个 一个 agreement 那我们公司里面 其实我们很 很注重的就是说 我们要有 transparency 我觉得 有三样东西 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 transparency 就是 include communication 的部分 要有 regular的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update what's happening what we want to do ok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respect 我们需要respect 说 有先来后到的 ok 我们需要有respect 有长辈 有晚辈 我们需要respect 说 各位都有 不同的功劳 把这个 公司带到 今天的这个地步 第三个部分 我就觉得 at certain point 我们是需要 有一个clear separ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business 虽然是说 我们是有长辈 有晚辈 可是在公司的structure 可能跟家里的 hierarchy 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 可能在公司里面 他的position 或是他的seniority 跟家里的不一样 有一些东西是需要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讲清楚 不要到时候 开始争吵 开始很messy的时候才拿来讲 就那时候 讲都讲不清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块 是 所以我 我 来 来 我只是想要说 我也是很感谢 我公司里面 有这么多family member 我们大家都 互相帮助 不只是帮助 management 帮助整个公司 为大方向去前进 我觉得 没有大家的配合 没有大家的一个 一个 这些communication trust 跟respect 其实 我们真的 可能走不到这70多年 这样子了 听起来 你们的大家族 是很和谨 对 很有我们股权上 所讲的五大艺术 就是 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大方向 然后 你们领导人 你们也是有那种格局 然后 刚才你讲的 就是互相 有这个信任 你们而起 然后 尤其是 对于如果是 家族成员 在一间公司 一起工作 一定那个 我们 我们第四个 意思 我们讲的是 本分思维 那个本分 一定要 大家要 做好自己的 工作岗位 不要 尽量不要有 那些所谓的 gray area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然后 刚才你也是要讲 要respect respect的话 在我们的课程来讲 就是 在价值观那边 是大家都要 互相尊重 公司有什么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 你们 可以的话 我觉得 这个在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们这个五大艺术 可以更加做得更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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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很多 还有需要学习的部分 是 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当你的人 whether是家族 还是你的partners 还是你的团队 是align 这样子你们一起 可以共患难 可以一起到达 你们的终点 你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发现 太可惜 就是有一些公司 就是因为没有掌握 五大艺术 就变成 in the end 没有出去外面打仗公司 里面已经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成功企业 就是要先align 自己的人 因为做生意 都是人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们就会 Mr.Kong 就是每一次 都是呼吁大家 一定要掌握 五大艺术 对 我也非常赞成 好 YKat 你有没有觉得 在这个 的 public的时代 有什么东西 要特别注意的吗 我觉得在 Covid的时代 of course 大家 人 人的部分 很重要 因为 大家都是 很concent on health and safety 的这个部分 而且 整个公司 都是需要靠人 它才会 everything will move without people that's peop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 所以我觉得 我们需要 把 focus放回 在我们的人 怎样 enable them 因为 不只是公司 很多公司 现在都 facing difficulties 那不只是公司 下面 所有员工 可能包括 owner 都在 facing difficulties 那我们 大家怎样 在同一条船 里面 去一起 共和难 这样子 如果 大家可以 一起度过 这一关 我觉得 大家的 默契 大家可以 一起走的 那条路 可以 更远 所以我也是想要 趁这个机会 非常感谢我们 所有的员工 在这两年 虽然 不好过 大家 每四年 一个 一个 很 critical 的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也好 这个 COVID-19 这样子 一下子 就两年过了 我觉得 大家都 很难 跑过去 把我们 感谢 所有 我们的 员工 也好 我们management team 我们的 staff thefamily 也一直 在support 他们 一些 business partners 等等 都跟我们 一起 度过 这个 时间 非常感谢 你们 这么坚持 这么 愿意 跟我们 一起 合作 一起 变家 很好 不离不去 是不是这么 说 对 我的想法 就 像 维基 这样子 能够感谢 家人 感谢 员工的 这个是 可能各位 企业家 也是要学习 尤其是 在现在 我们也的确 是这个 pandemic COVID-19 的话 也真的是 影响 每个人 多多少少 都影响了 这一年半 这两年 所以 我觉得 感谢 我们自己 身边的 这个员工 身边的 伙伴 partners 还有这个 员工 大家能够 因为 接下来 就是 andemic 我们就是 过了 这个 我们就会 因为 经济上来讲 我们到 自然 反正 我们是会 rebound回来的 so rebound回来 可能是一个 10年 20年的 一个 经济 蓬勃的 这个时机 像 还有一点点 大家就 趁 趁 这个时间 再忍耐 多一点点 只要 挨过了 我们就能够 迎接一个 更好的 一个未来 所以 这个时间 真的是要 充实自己 可以的话 大家 呼吁 大家来 学习 可以 能够 make sure 大家可以 在未来 20年 能够发展 更好的 一个课程 OK 你讲得很好 所以最后没有 只是 讲到我也 很想流泪了 刚才就是 我给很有感恩的心 又感恩 parents 又感恩 你的团队 又感恩 你的family 你的家族 所以 我也很想 就是马上 whatsapp 我的parents 想 I love you 一下 谢谢他们 所以 应该了 You can do the same If you inspire 到你要做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 感恩的心 是很重要 可以 对 我也是很欣赏 很多 在外博 从外博 来到KL 做工的人 可能 你们都没有机会 回到你们的家 想跟家人 好好团聚 一两年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 真的是 很厉害 然后 你们学习 经历的东西 比我们 在KL 的family 更多 那我 头一个时候 是想要说 我想要给你们 一个 Time's Up 一个 Virtual 希望你们 可以跟你们 家人 好好团聚 就要可以 回去咯 但是大家 也是要小心 要 Follow SOP 要谢谢 在线上的朋友们 谢谢 所以记住 拿了 Voucher 可以 online 买 TPM的 加密 还有 不要忘记 帮名 参加 我们生意 18股 全要规划 然后是 September 的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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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特别价钱 特别优惠 是 only just for today 所以就 不要错过 然后 take your opportunity 地图 边开 也是边学习 因为现在 才开始开了 开始学习了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要谢谢大家 明天 Medica Day 对 Medica Day 我们为马来西亚的企业 多多地加油 我相信 马来西亚企业更好 我们全马来西亚会更好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 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冲发 有想法 就有办法 有办法 就不用怕 我们一起到达 是number one 长大的几页下 超越表现的力量 我们一起到达 是number one Af